来那鞋堂 数字小火车 嗨朋友们 今天我来到了 乐高积木专区 而且我找到了我非常喜欢的展示器 游乐场里面 有摩天轮 有大滑鞋 还有还有 天呐 这个孤身车也太酷了吧 你们可知道 金金姐姐最喜欢游乐场了 今天的任务呢 我要为0到3岁的小朋友 找一款早家的秘密 快跟我一起看看吧 走 这里就是新上市的 悟空小侠系列 快看古充 已经有展出来 中间的这个悟空也太可怕 而且 他的手上还拿着金箍吧 我喜欢悟空小侠 不过 这个因为颗粒太小 所以是不适合0到3岁的小朋友 再来找找大颗粒的秘密吧 乐高好朋友系列 我也超喜欢 不过 这些可都是对8岁以上的小朋友 看到大颗粒了 在这里 大颗粒秘密也太可爱了吧 你们可看 这个车车上面 还有各个的字母秘密 哇 这个上面有数字 我喜欢有数字的 朋友们 把它买下来 给大家一起分享拆开吧 走 快来跟我一起看看 有一个火车头 和1 2 3 三节车厢组成 所以 1加3 一共是4个部分 那我们先来把火车头组装好吧 先来放火车的轮子 火车头呢 我们来组装好 OK 车头 车厢 盖上盖子 接下来呢 我们把车头放好 来拼装的是 1 2 3 三节车厢 放手 三节车厢分别是 红色 蓝色 绿色 第一节 我们选用红色车厢做底 上面呢 安装数字 1 2 3 放一个蓝色的车顶 第一节车厢做好喽 第二节车厢 我们选用的是 蓝色的车顶 上面安装的数字呢 4 5 6 上面盖着红色的车顶 第二辆车厢 装好喽 最后呢 就是我们的第三辆 我们选用 绿色的车厢做车顶 上面安装的数字呢 9 7 8 9 用绿色的座车顶吧 现在呢 三辆车厢全部装好 火车 车厢 全部要用连接处 连接好喽 动手喽 嘿 嘿 嘿哟 朋友们 火车和学习的车车 已经装好了 上面呢 一共9个数字 金金姐姐今天教的 你们学会了吗 如果你们想要获取更多的早教和抑制知识 千万别忘了点赞 订阅 这期的问题来了哟 请问 火车学习车 一共是由几部分组成呢 留言告诉我吧 我会从评论中抽取一位答对的小朋友 送出金口哦 下期我会带来更好玩的玩具 那么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拜拜